澳门博彩业 今年终于有重磅消息了 何鸿燊家族投资390亿的尚普京酒店终于开业了 这个项目是梁安琪在2011年提出来的 在何鸿燊的支持下 最终在2013年被批准建设 并且在2014年正式动工 本来预计尚普京在2017年正式建成 不过因为建设工期的问题 尚普京是一拖再拖 本来计划去年开业 结果又是疫情 不过最近几天 尚普京终于开业了 投资390亿的一个酒店 足以用金币辉煌来形容了 不过开业当天 然而意外的就是梁安琪到了 何超凤也到了 何超琼却没来 按道理上说 普京开业对于何鸿燊家族来说也是绝对的大事 作为家族的领军人物 何超琼没来让人意外 如果你知道上普京里面的一些事情 那么你就不会意外了 2010年 何鸿燊翻家大战 最终经过了几个月的内斗 在几个大人物的斡旋下 何鸿燊家族的和平翻家了 二房 三房 四房各自翻到了自己的资产 不过当时何鸿燊身体还可以 所以他并没有定下家族接班人的位置 一年之后 梁安琪说服何鸿燊发展尚普京这个项目 最终何鸿燊同意了 并且大力支持梁安琪 当时 何超琼是极力反对 2013年 尚普京决定开建之前 梁安琪就把尚普京周围的地皮都买下了 这样一来 尚普京开业 梁安琪就成了最大的赢家 因为梁安琪持有的地皮自然是升值很多倍 梁安琪此举自然有挖家族墙角的嫌疑 尚普京这个项目对于奥伯来说 本来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 却最终沦为了权力争夺的中心 最近几年 奥伯的业绩下滑严重 尚普京开业能否挽救奥伯的业绩 也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何鸿燊去世之后 让何超凤跟梁安琪两个人一起来管理奥伯 这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虽然何鸿燊去世之后 二房跟四房表面上客客气气 大家也是尽量表现出团结的一面 不过实际上 也是面核心不合 明争暗斗不断 奥伯的问题就是大家因为不团结的问题 何超凤为了对付梁安琪 早就跟霍振廷同盟了 这样二房加上霍英东家族的股份就成为了最大股东 不过梁安琪也不是吃素的 公司上上下下 不少人都是她的人 这些人 二房必须依赖他们 所以双方是互相遏制 梁安琪从底层走上来 所以公司的中底层很多都是她的人 何超穷一方面虽然可以控制公司的高层 但是又被中底层限制了 如果何超穷跟梁安琪可以精神团结 那么奥伯自然有翻身的一天 可惜这一天是很难看到的 事实上 如今何鸿燊家族最有前途的 是何游龙的辛豪伯亚 这家公司完全是何游龙的一个人控制的 当年何鸿燊支持何游龙去创业 不让他卷入家族公司 如今看来 才是真正一步大棋 何鸿燊早就明白了 奥伯这盆棋是很难走活了 如果何游龙来接班 那么肯定会陷入不断的内斗 最终 也是在内斗中走向失败 还不如支持他自己去创业 当年何鸿燊支持何游龙9亿美元 让他收购了永利的赌牌 用来发展自己的博彩事业 如今 辛豪伯亚的发展也非常不错 在澳门也是业绩非常稳定 现在何游龙才40来岁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相比之下 何游君还太年轻 还需要磨练 何超琼跟何游龙其实都已经老了 他们这一辈也是这样了 何超琼虽然能力强 但是耐不住两岸祈托后退 很多精力都在内耗中消磨掉了 何游龙没有这些麻烦 也不用去处理家族的事务 可以一心一意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未来前途真的不可限量 或许何鸿燊不让何游龙成为接班人 也是为了他好 让他可以完全解放出来 把这些家族琐碎事情都交给何超琼去处理 让何游龙可以真正自立蛮糊地去发展 当年何鸿燊也是自己发展起来的 而没有靠继承父亲的资产起来 梁安琪其实格局还是小了 他的目标就是要钱 就是要多赚一些钱给子女 所以他就不断想办法多挖一些钱 其实他也就是如此了 何鸿燊的三个产业 如今都在二房手中 抛开信德 心毫不说 肥肉中的肥肉就是奥鱼 而奥鱼的核心就是奥伯 过去具有说法 谁能掌控奥伯 就等铜鱼掌控了奥鱼 所以在当年争产的时候 二房以绝对的优势 占据了奥鱼 并不代表什么 因为真正的核心 奥伯实际上还是在何鸿燊手上 其中四太梁安琪 在奥伯就占有8%的股份 而二房在奥伯中 除了奥鱼的占股外 并没有额外占股 这才是后来 要争得你死我活的原因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式了 何鸿燊后来分场完毕了 二房四房各取所需 梁安琪并没有放弃奥伯 但他也没有再去争主席之位 于是顺理成章 在2018年 何超凤成为了奥伯主席 梁安琪与霍正廷成为了联席主席 所谓各取所需 就是二房拿到了奥伯 梁安琪继续稳抓奥伯的股份 既可以参与运营事务 也可以从中分红 以数据说话 如今奥伯在澳门产业中 贡献比仅仅为15% 根本就不及吕智和的 银和娱乐 金杀中国 另外之前也提到了 连续两年 奥伯都处于在亏损的状态中 纵然不可否认的是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但是在澳门其他相关产业 已经逐渐复苏的情况下 奥伯依然亏损 这个就是发展 以及管理上的问题 没有推卸责任的借口 所以回头来说 梁安琪后来不争不抢 也有他的道理 一方面他早就自立蛮糊了 另一方面 也是从发展的可行性来分析 终究 奥伯是何鸿深的心血 梁安琪也不会撒手不管 所以他一直在携手二方 致力于奥伯的发展 而如何在逆境中杀出血路 扭亏为盈 这个也需要靠天时地利 人和的因素 而在发展的可行性上 奥伯如今最寄望的一个项目 就是全新度假村 尚普京的开业 事实上 从这两年 奥伯发出的财政报告中 就可以预见 奥伯对于尚普京的开业 寄予了非常高的厚望 已经视为是救命稻草一般 这么形容不夸张 任何产业在发展中 想要打开新局面 都需要靠一些新事物的出现 尚普京度假村 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开放尚普京 这足以显示出 经营者对奥伯的现状 有所忧虑 且这一份忧虑 并不是近期才出现 不过尚普京当初 在兴建的时候 一度遭到二方的反对 这个计划 是在2010年前后 由梁安琪提出 因为耗资耗时过大 一度遭到二方的成员反对 不过当时 何侯生 还有话语权 他全力支持梁安琪 实施这个计划 最终 这个项目在2013年 获得澳门政府批示准建 2014年正式动工 没想到 如今成为奥伯的救命稻草 梁安琪为此花了不少筹备功夫 建筑效仿的是 法国法尔赛工来设计 还让佛叶 范思哲来设计两栋酒店大楼 原本最美好的计划 是在2017年启用 之后 依偎有工期变化 延期到2018年上半年开幕 再之后 又延期到2019年下半年开幕 实际上 在2019年下半年 尚普京才竣工 于是 又寄望能在2020年下半年开幕 结果还是事与愿违 直到2021年7月底 再正式开幕 足足推迟了四年 终究也是好事多么 尚普京终于开业了 虽然没有完全开放 第一期只开放了最大的酒店大楼 但也是为全面开放迈出了第一步 开业当天 二方的何超凤 何超侠 四方的梁安琪 何又亨 一同出席了开幕礼 两方人一起主持了开幕仪式 一同切烧猪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梁安琪是有心让儿子何又亨 加入奥部发展 所以很积极地 让他参与奥部的事务 以长远来看 奥部未来最有可能传到何游厚的手上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quem